最新公布的是房屋相关的数据 美国7月份新屋动工按年有9.6%的下跌 至以年率计是144万间左右 创作2021年初以来的新低 亦远少于市场预期的152万间 显示了建屋商因为需求回落作出调整 新屋动工的数字差过市场预期 这几天例如昨天的纽约制造业活动指数 以及美国建屋商信心指数 其实都是差过市场预期 但是又看到这些数据差过市场预期之后 美股就继续做好 你之前都在你收货平台说过 你就觉得美股去到第三、四季 才是一个适宜吸纳的时机 可能联储局的加息步伐都会稳定一些 或者大家的可预示性会高一些 好,现在见到美股这样反弹 你觉得有没有需要 投资者真的需要吸纳美股的时候 提早买货 我想其实我也维持那个判断 因为其实你去到这个时间 其实都很类似今年初时的情况 即使都是以估计 估计什么呢 就是估计究竟的加息步伐 是快还是慢 它现在都还不清楚 因为首先刚才你提到的 其实很多的经济数据出来 都见到 巢里面经济的动力已经减慢了 还有也有不少 例如零售伤都说会裁员的 是的 但另一方面你见到通胀 早期的美股反弹 首先第一就是 因为美股的经济开始转差 令到人们觉得美联储 可能会收慢的加息部分 其次就是 看到通胀 刚刚上次公布的通胀数据 看到大数来说 比上个月度稍微放缓 令到人们觉得通胀似乎 开始有人见顶 有两个憧憬之下 就令到美股反弹 但其实两个因素来说 其实都不太稳固 首先通胀是否真的见顶 好像我在自己的文章也说过 其实你看看 今次通胀的上海 刚刚最新月份的通胀回落 其实是很大程度受到 国际油价 能源价格开始有些减慢 即是货污满的迹象 带动 但看回其他一些因素 比如货污成本 工资 甚至刚刚我们都见到 最新公布的货币数据 见到公司、工资 新增职位来说 其实都仍然相当强劲 这方面可能对未来一两个月的通胀来说 其实仍然有个升温压力 所以其实你说通胀是否见顶 我觉得是未有的 其次就是 究竟美联储是否因为经济开始减弱 而会稍微收缺弱 其实你看看现在市场 是一半一半 各自猜测 因为是否经济会继续衰退 市场也会继续观望 其次就是 其实你去到现在这个时候 刚才我说到 好像回到美国今年初的情况 其实都未知 譬如说现在市场在估计9月份 究竟加息50点指 或者加息75点指 基率是5成和4成多 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是等借 或者都是一个猜测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股是否一个很适当的 大举建仓的时期 我仍然觉得是未必是 因为始终 首先刚才提到 美国企业本身的盈利 财源消息 消费数据 建筑数据 以及昨晚公布的一个领先指标 在纽约制造业指数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大幅转差 所以在经济来说 最差的时期是未到的 而在息率的走势 连着未来的加息步伐 是否减慢呢 现在都未知 所以你这么说 在这个情况下 这么多不明朗因素 美股起码 至少都是一个上下波动的格局 未知高未知底 还有大幅波动 当然之前也提过 如果单纯考虑目前美股的流动性 即美元的流动性来说 仍然有一些空间 是否美股可以有一个反弹 或者一个波动出现 就未知一面倒向下跌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 都是波动事为主 那你说是否真的 好了 就是雨过天晶 可以大的建仓 我觉得都未是时期 那譬如 可能我们有些投资者 观众朋友都先知先觉 可能过去半个月建了仓 你会觉得 是应该短期内建好就收 可能做一些止赞的策略 还是说都可以继续持有住 我记得 刚才说了 其实我觉得 美股的走势 可能在现在是说八个月 可能去到第三季尾 第四季初 都会有一个上下波动的格局 可能去到这么上下 又下去了 所以我记得 其实你如果看回美股 由低位反弹上来 其实累积升幅都挺大 我觉得都可以 视乎你的股份是什么 订定一些止赚位 先赚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事况之下 其实你无论美股有好港股 都不断部署 就是有好建好就收 建底要劳烦一点 这个波动市之下的部署 是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